哈喽朋友们 大家好 看小杜想要做这个动作 就像我老家里面在做那个豆腐 他把那个蔬菜 多碎了以后 然后放在那个纱布里面 把它过滤了 刚开始我也不想到到底要做多少只哈 那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 其他的锅里面的那个东西 我才发现 原来他是要给姿儿做一个彩色面条 因为姿儿一直不太喜欢吃这个蔬菜 每次让他吃蔬菜他就哇 大吼大叫 因为家里没有破壁截 所以这样取他的汁 颜色比较淡一些哈 没有那个粒 如果是有货币机的话 和到那个菜叶子一起弄的话 他的营养价值啊 色这方面都会好很多 那买你早点说嘛 哈 货币机我买了的 重庆我没拿回来的 对喽 很在重庆的 下次我拿回来给他试试 胡萝卜要把它累碎 但是放在那个面条里面 你还给他做彩色面条 嗯 他找到妈妈去找 我写的没的人 啊 你做彩色面条 你做给他吃 我这个没事先没大招呼 不晓得啊 那没的时候弄起你啊 日没啊 他们都可以吃啊 那我勉强吃了嘛 勉强吃了 今天我做的彩色面条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红色的胡萝卜 黄色的鸡蛋 和绿色的菠菜汁 三个不同的颜色 加上面粉 把它抓成面团过后 用那个干面鸡 把它挤压出来 就是拆散面条了 现在加入面粉 现在我们三种颜色的面团 都已经抓好了 现在可以就抹剧了 就是这个干面的抹剧哈 我哪里觉得你会翻车 反正我是第一次住嘛 朋友们 就算翻车了也不是为啥 好 见证奇迹的司机来了 一确定那个样子 那样压到去面条 哎呀 出来了 哎呀 出来了 我看到了 我的力气好像有点不够 我来我来我来 这种力气 就是一个女人在家里面 那么搞人的 那个必须的男人 挤在手中 这个面条我喜欢吃 好费力哦 我怀疑你今天煮面条不是那么多的 他锻炼我的手紧了 我就是要来提醒你的 经过半个小时的辛苦 起压 面条终于成熟了 倒在锅里面一起来搅拌 把它拌出来就可以开始吃了 鸡蛋馅的 菠菜汁的 胡萝卜汁的 下面开始 两瓣环节 老婆上 放点蒜沫 放点生抽 再来点油来水 再来点盐 再来点鸡丁 鸡蛋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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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菜鸡丁 再来点白鸡丁 再来点白鸡丁 来嘛尝尝看这个味道如何 我也是第一次吃的 看起来是好吃的哈 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 这个是面条的味道 安定教育 嗯 猪小爷 猪小爷 猪小爷先帮你尝尝味道如何 哈哈 睡觉你跑的你妈妈去 嗯 好吃 鸡蛋味 猪萝卜味 还有那个 菠菜 菠菜的味道 嗯 嗯 好吃 不是杜小爷不吃菜吗 我说弄个弄在这个里面吗 他不是喜欢吃面吗 都把菜也吃了 你以为是正常的那个 他本身的颜色 所以说不是很明显哈 杜小爷回来了 杜小爷 你舍得回来了 嗯 你看这是啥子 专门给你做的 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 没想到他刚刚赶回家 你说 不巧不成书 哈哈 就有那么预言 他给他吃哪种颜色 他就回来了 他这个面 今天晚上是给他做的 他刚好赶回家 刚好给他吃 我红色绿色都要 红色绿色都要啊 红色绿色都要啊 黄色的要不要 没有黄色 没有 这个是不是是黄色的 嗯 有红色绿色的知道吗 我要红色绿色 对 好 来吃吃头 好了 这个绵绵有什么不同 就是绵绵的嘛 嗯 就是绵绵的 哈哈 这个味道不同 这个味道不同 嗯 味道好不好 这个味道好 这个好 嗯 那就多吃点哈 我也喜欢吃 喜欢吃 挑起来吃 挑起来吃 多吃点哈 今天小度的凉面 做得非常成功 用了三种不同的 这个素材 做的这个凉面哈 小孩子们居然没尝出来 里面的味道 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像这样的做法呢 建议 如果你老公在家的时候 可以做哈 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不建议做 因为女士来做这个面的话 鸡鸭真太费力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个地方 祝大家生活愉快 甜甜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